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郭先生说十年来从没有涨过租金 自认为是否系房东 但却被房客恶意寄欠房租 一百零四年开始付的房租有短少 郭先生不计较 但一百零六年出现了整个月房租拖欠 到一百零八年后更夸张 干脆就不缴了 前后三十二个月寄欠房租超过五十一万 郭先生多次催缴贷管公司联络人 从推脱回应到后面已读不回 甚至连大楼管理费都不付 我们找到这间被控诉的贷管公司 地址登机在汉口街 直接商旅 我们按照登机电话打去求证 员工表示不清楚纠纷状况 我们照合约上 致电给贷管公司零性负责人 接口前未回应 屋主不再隐忍寄出存证信函 要透过法律途径逃回房子和被击欠了房租 三连宣传的新称 三连宣传 三连宣传 三连宣传